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光照耀的人也一定少不了黑影的跟随 越是光芒万丈 越是容易被黑暗包围 追名逐利的娱乐圈尤其这样 优秀会迎来鲜花和掌声 自然也会招来眼红和嫉妒 一段时间以来 建党一百周年献礼剧 理想照耀中国都是话题不断 而由王一波主演的抉择片 无疑是最被关注和热议的那一个 开播之前 有人期待一次演技炸裂 也有人盯着等着买黑通稿嘲讽 如今蒋先云一出 收视飙升 口碑爆表 全网好评如潮 王一波的表现有目共睹 如果说粉丝的夸赞是主观偏爱 那么导演编剧 以及所有演制人员的大家赞赏 任何一个视频片段底下 随手一节的满屏惊喜 足以说明演员王一波的出彩 王一波用实力说话 实实在在的成绩打脸黑子的唱衰 但阴谋没有得逞 怎能善罢甘休 所以一场针对王一波演技的尬黑开始酝酿 王一波演技被推上微博热搜 让多少人动情流泪的转身一笑成为桃点 不知多少年前的表演片段也拿来说是 甚至还被恶意丑化 太多的黑通稿造谣脏水 但假的就是假的 实力偷不走也黑不掉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是好是坏思回分辨 时间会证明一切 而面对王一波演技的质疑 抉择片的编剧出征 第一时间回应没有演技炸裂 没有一战风神 只是现场全情投入 只是十分贴合角色 只是演出了人物的力量感和信念感 那就是蒋先云该有的样子 导演任 编剧也任 作为观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 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表演和演员有不同的看法 无可厚非 但恶意的尬黑真的没有必要 况且演戏本来就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能尽全力贴合人物 全情投入 赋予人物真正的生命力 让人随之入戏 与之共情 就是最好的演技 真诚的表演和来自灵魂的塑造 才是最难 也是最打动人的 而这些 王一博都做到了 所以是好是坏 显而易见 最后想说 王一博的演员之路才刚刚开始 或许他没有太多经验 也仍旧稚嫩 但他的有天赋 很努力 能吃苦 加上傅导说的真挚镇定 执着渴望 有力量感 都足以让他从现在直到未来 成为一名好演员 假以时日 实力演员一定会是王一博最耀眼的标签 拭目以待吧 王一博官宣纪录片 却遭知名赛车博主炮轰 真有脸利人设 近日 王一博正是官宣 加盟我的时代和我儿 即将推出个人纪录片 该系列纪录片汇聚了各个领域杰出名人 讲述了他们贴近真实生活的片段 预告片中展现了王一博在肩舞 表演摩托 滑板等各方面的表现 引发了不少关注 而著名赛车博主却连发多条 Days微博进行了炮轰 赛车博主马克康在线发了长文 猛批王一博可真有脸利原设 重新回顾了去年摔车事件 指出王一博骑着马力更大的摩托车 在同一赛道上落后别人四秒 摔车后踢车口图芬芳 主动发稀奇古怪的内容等等 称其出名后人都飘了 没技术又没体育精神 马克康还争过几天纪录片一出 又可以大肆宣传 疑似是指王一博要利用 即将上线的宣传片来立人设 马克康还从滑板 台球 街舞 影帝 歌手 主持人 代言人 文化方面 粉丝团等各个方面进行总结 认为王一博在这些方面都立了原设 例如 马克康评价王一博滑板 永远只会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大部分都是找替身 台球实际上连感都不会握 歌手人设全党认为是在朗读歌词 甚至比朗读还差一点等等 长文最末还吐槽粉丝所谓的理智追星 简直是乌烟瘴气无法无天 言辞十分犀利 这番猛烈炮轰一出自然激起了王一博粉丝的强烈不满 马克康在评论区也和粉丝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剑 之后马更带此条发文怒对粉丝 再次强调摩托车人设真的是笑柄 并称爱好和热爱就不会有所谓的体育精神了 一丝也是在暗讽去年摔车事件后 王一博发的一条微博 去年10月王一博摔车事件成为网络热议话题 赛车圈的众多车手纷纷发生质疑 调侃王一博成绩及比赛规则 王一博一时之间成为了车圈的重视之地 从此之后就没有出现在赛车场上 最近王一博公开展示了自己的手柜摩托图 马克康随后就开启了吐槽化的跟面包车一样 喊话王一博别再理摩托人设了OK 马克康后来又发了一段微博 虽然没有指明道姓 也能看出是在指责对方没有花时间花精力 却想着跨圈收人气和坐享其成利益 直向谁一目了然 当天深夜 马克康在论坛发文称 王一博再次拿摩托车做人设 并透露 王一博有意重返赛车场 原本在6月有一场摩托车赛 但比赛停止 所以这是要来一波和摩托有关的热搜力人设 他还推测王一博方要借着纪录片上线来营销一波 当然以上种种也都是马克康单方面的说法 未必就代表了王一博方的想法 真实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但间接可以看出车圈对于明星跨界做赛车手的态度 近年来跨界车圈的明星艺人不少 像尹正 吴亦凡等人都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王一博若想长久的进行赛车事业 还是应该想办法缓和一下和车圈内的 吃瓜不甜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